大家好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张宝燕 我也是保卫回家创始人 我现在在全国人大这个住地 职工职家 现在呢 我就开始整理我的建议 我也开始进行我的履职过程 希望大家见证我的履职时刻 这一次我带来两会建议 还是和打拐相关 因为我关注的这个群体 它遍布全国各地 所以说呢 有一些可能是在前期 我做了一些面对面的这个沟通 但是呢 更多的我是通过网络 去与他们沟通 喂 罗超凡妈妈 你好 你好 你肯定也看到了我昨天提出的 对人贩子终生追责 我想问一下 作为一个失踪儿童家长 你认为我这么提法 合不合适 还应该有一些什么事情 需要我替你去表达 去传达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整个人都是要崩溃了 像我的儿子这个事情的话 这么多年 18年的虚然痛苦 每天都在摧毁着我们的心 我们的人 我们的身体 所以说就是真的 假如哪天孩子找回来的话 这一定要对人贩子追责的 我的想法就是说希望 把这个DNA的比对 和那个什么静态人线 那个也是比对系统 把它今天做得好一些 让我们的 把冷脸识别系统 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早日找到回家的路 这个议案呢 其实我在这个之前 已经整理了很多遍 但是呢 在这两天 还有很多网友 在继续跟我留言 还有很多寻子家长 在继续跟我交流 所以说呢 我感觉 他们有一些建议 还值得我重新去考虑 重新去整理 这个用紙呢 是全国人大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 第三次会议 这个建议专门用紙 这个呢 你看里面 有我们的代表姓名啊 代表证号码 我是哪个代表团的 我的研习方式 我这个提议的标题是什么 我们呢 都需要我们用这个钢笔 亲自把这些相关内容添上 我们呢 人大代表 一个是可以提起意爱 一个可以提起建议 我这次呢 是提的一个建议 它的格式呢 主要就是说 存在什么问题 你需要建议怎么去做 一个是对人贩子终身追责 将管卖妇女儿童新发案件 纳入地方政府考核目标 送我今年的这个意爱 好 我把那个电子板的已经转到 转到我这个油箱里头 把油箱里头 那你看一看 要是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我对 我看一看 需要修改的 我再告诉你 行 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 我们就是应该反映百姓的新生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去替大家反映 发声提交 你们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们宝贝回家有一个网站 就是说在有一个QQ群 1840533 你只要找到我们的接待员 接待员都会把你的意见转交给我 我愿意为大家去反馈你们所需所想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